指望港股後市,美匯和美國國債收益率最近轉弱,是有利中國和香港股市。 另外,星期二中國A股市場的表現良好, 滬芯300指數是突破近期的阻力位。 外資淨流入也達到217億人民幣。 創單日新高,恒指昨天是突破了50天平均線,大概是28,661點的水平。 短期的趨勢是轉穩。 港股通星期二的淨流入是升到78億港元,其中騰訊是錄得最多的淨買入, 而港交所也有明顯的淨流入。 另一方面,在香港上市的中資金融股,尤其是券商股, 星期二表現理想,主要是由於A股的強勁表現帶動, 以及A股的成交金額,昨天是突破了1萬億人民幣。 實際上,強勁的A股市場也會令保險股受益, 投資者是可以關注國壽2628、平保2318和新華保險1336等的保險股。 今天的個股推介是國壽2628。 國壽公佈的2021年首季業績,雖然是受惠於投資收益增加, 推動盈利按年上升了67%,但由於2020年同期的基數比較高, 而一年首季新業務的價值是按年下跌13%, 展望未來,由於基數的改變,國壽下半年新業務的價值跌幅將會收窄。 另一方面,近日A股上升也是有利國壽的投資收益。 國壽現價的預期市盈率是7倍,股值吸引。 我們給的目標價是18元,指示價15元。 謝謝。 上述海基分析員為證監會持牌人士, 提訴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從事相關受規股活動, 其及或其有聯繫人士並沒有擁有上述有關建議股份, 發行人及或新上市申請人資財務權益。